好 那我们就是反正基本上来讲 我给大家资料里面其实已经整理好了 所以呢先讲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也就是 如果在所谓的顾主契约主体没有变动的时候 那目前到底可不可以主张弃病法 因为想主张弃病法的说老实话 不一定是劳工或雇主 是雇主的话他就想干嘛 想要片面终止契约 因为他主张弃病法可以让我片面终止 劳工的话也想主张 有些劳工如果不想跑到新的东家去 他就会主张弃病法的部分 我不同意留用 所以因此我举手主张资钱费 所以弃病法到底有没有适用范围 坦白说在实务上 劳资双方都有可能想要主张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目前其实这应该没有相关 这应该没有意见了 我给个五个判决 大概都采一致的见解 基本上都认为 只要雇主主体没有变动的时候 那么股权的转让或收购的股份 基本上来讲 应该是没有所谓的适用的范围 那这个部分目前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来看到 以这个判决来看好了 大家都采这个见解 意思就是说 当初弃病法的立法目的 通关密语在哪里 通关密语在于就是 他是要尽速的去确定 契约的移转 跟劳工是否留用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 如果契约没有移转 那根本跟弃病法16、17 没有直接的关系 而移转就代表是法人格的变动 这个变动不代表消灭哦 只代表换雇主 所以如果基本上来讲 不涉及法人格的变动 目前来讲雇主单一 那么这个时候 基本上就没有弃病法的适用 所以他也说 因为16、17、16条里面有提到 存续公司、新社公司、受浪公司 他认为这三种公司 都是涉及契约主体的变动 所以如果没有改变 那么应该是不适用的 所以这边两则判决 以及我们在讲义里面 也提供了相同的见解 另外三则 总共大概五则 没有其意的见解 所以大概目前15的 非常稳定的见解 应该是认为 只要雇主契约主体 没有变动的时候 那么就没有弃病法16、17 跟劳基法20条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其实在实务上有个很尴尬的地方 也就是在这案子里面 当初保来 基本上来讲 他被元大合并了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都元大金控 可是当元大金控合并的时候 却发生一件事情 下面的子公司 到底谁是存续公司 坦白这样讲 是资方之间讨论的游戏 所以当时候这个案例里面 会产生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我是保来的人 据了解 我会认为 我被元大并购之后 我曾经有听过人家讲说 连进去之后 就换办公室了 然后变元大了 然后进住了 然后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天花板好矮 很压迫 我觉得整个企业都不同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应该要主张 我不同意留用的概念 尤其我是保来的人 可是问题是 大家将主张的时候 会产生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如果虽然保来 看起来被元大并购 可是你的公司 还是我这边自己写的 形式化的存续公司 也就是 也许在保来里面 当初元大强的是证券 但是保来强的是期货 所以当初也许考量的 一件事情是 我保来强的是期货 元大期货 市占率也许没那么高 所以在病的时候 也许我就选择留的是留谁 留的是保来期货 我其实元大期货是消灭的 所以会变成 存续公司是保来期货 不过这保来期货 存续也没什么意义 为什么 因为存续完之后 跟你就好了 所以其实 你现在看到的元大期货 其实就是原本的保来期货 所以会产生一件事情是 当劳工会认为 我的雇主换了 可是其实并没有换 因为你的保来期货 其实一直都存在 只是现在更名成元大期货 而原本的元大期货 其实消灭了 所以导致一件事情 真正想走的会是谁 应该是保来期货的人 而不是元大期货的 元大期货 它本来就在元大体系里面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会导致一件事情 也就是保来期货的人 他认为我是真正契约 主体变动的影响者 他却受限在形式上的 存续公司 因此无法主张 所以以这样的概念来看的话 其实法院的判决 其实也写得蛮白的 就认为是说 基本上来讲第三行 保来期货是存续公司 元大期货是消灭公司 后来更名成元大保来 甚至最后连保来都拿掉了 可是因为你是存续公司 你的劳动契约的雇主主体没变到 所以抱歉 这些条文都跟你没有关系 这些条文契约的雇主体没变到